很多人其实喜欢在咖啡办公 但很多时候他们也很讨厌在咖啡办公 他们喜欢的点在于优美舒适的环境下工作 找灵感 可是他们有够讨厌室外无处不在的阳光大反射 屏幕可视度低的可怜 先不说 一些对于光线非常敏感的人 此时他们的眼睛已经是痛到要死了 如果你身有同感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噩梦终结了 因为华为给出了最优的解决方案 没错 它就是我手上这台强光中截者 Huawei MatePad 11.5s 柔光版 其实Lexi介绍他上一代的视频的时候 很多人就有留言讲 哎呀 讲来讲去到最后 马步就是一个Marketing 就是一个磨砂磨来的 那老实说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Lexi再重新延伸延伸一下 你左边看到的是贴着外面普通99块钱的磨砂磨 右边则是MatePad 11.5s 的云系柔光屏 如果此时我用强光直射 你可以看到左边的磨砂磨明显是更聚光 在一定程度来说是影响屏幕可视度的 相反 你可以看到右边的柔光屏光源很均匀的散开 即使光线近距离接触 它也只有微弱的光晕 你应该还可以发现到 柔光屏的屏幕解析度是几乎无损还原的 磨砂磨除了换了很好的手感 它其实基本上牺牲了很大一部分的清晰度 所以它们两者之间本质上还是有很明显区别的 说到云系柔光屏 AKA第二代柔光屏 除了延续上一代的奈米图层工艺 这一代还加入了磁共奈米光学镀膜 以及多层镀膜工艺来增强它这个透光率 说白话 为了就是让屏幕的光线更好的出来 那你既可以保有防指纹光滑的表面 也能享受超高的屏幕清晰度 不过Lex还要强调 柔光屏始终是在普通玻璃的基础下加工过的 所以它的解析度还是有一点点些微的影响 不过比起这一点点小牺牲我可以换来那么好的抗光能力 我觉得柔光屏的这个使用属性会更加适合我们用平板的用户 除了材质优势 这一款屏幕的显示数字也不遑多让 11.5寸的2.8K大屏 3.2的显示比例 看戏、办公、绘画都有很不错的显示比例 刷新率更是能从30-144Hz智能切换 让你在使用平板时有极其顺滑的画面以及手感 此外台获得了4大认证 分配有SCSD视觉疲劳2.0金标认证 LINE TUV硬件及低烂光 无屏闪以及无反射认证 我觉得华为柔光屏平板的产品 现在已经给了你一个很明显的思路 它就是要保证你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有一个超好的手感 超好的视觉观感 但同时它还保证了一定程度的护眼效果 所以不只学习办公绘画型用户 如果你本身就是长时间用平板的类型 那其实我也挺推荐的 这一次MatePad 10.5s非常强调纸质的手写速感 所以它从内到外都进行了非常非常多的调整 现在左边是一本杂志 右边是显示着相同内容的MatePad 10.5s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显示色彩还是象征度都非常高 喜欢质感体验的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 然后我也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在用这个笔在它的屏幕上写字的时候呢 它好像真的在纸上写字的感觉 那个感觉就很拟整 我给大家听听看它们的声音 你一般看Lexe上平板的时候 你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我大部分的时间都会跟你聊它的规格 可是每次我在介绍华为平板的时候呢 我大部分都会跟你聊它的体验 那是因为华为投入非常多的资源在APP的生态上 让平板的PCG体验感不断的提升 从去年开始 华为就率先投入完全免费的PCG WPS办公套件应用 让我们真正可以在平板上 尽可能释放我们想要在电脑上做的东西 也透过Super Hub的联动 让资料传输变得更加的便捷 而华为Note现在也变得更符合学习气球 其中它讲到的呢 就是这个音质同步功能 比如你讲你现在的先生在讲什么啊 你就先跟着写 然后 录案重播时你就会发现手写过程是跟着这个录音去进行演示的 这个功能对数理系学生来说 简直是负习生气啊 而今年华为决定把它的布局投放在绘画领域上 这次就推出了一款专门定制绘画软件 简单来说 你可以当它是华为把Procreate的这个软件 搬到去他们自己的产品上 那有什么不同呢? 它是没有价格门槛的 它是FREE free的 就是你买到这个平板开机的时候 你第一眼就已经看到它了 为了有个拟整的绘画体验 在指纹效果上就有普通纸 油画水墨 粗纹 细纹的指纹选择了 这些所有的纸子早就已经 笔印在这个GoPane里面的 就不用你好像用Procreate的时候 你为了要画出这个质感 你要上网去找啊 然后再Import回进去 你不要觉得这个功能很废 每个纸再配合特定的笔刷 都有很不同的效果 比如你在普通纸上画水墨就普通了哦 可是在水墨纸上画水墨 那种失忆一下就上来了 整个视觉以及定层感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它本身也支援了超过100多种的笔刷 最夸张的是你可以从1080的画布上 投放高达320个图层 你就可以透过多种的笔刷效果 以及图层去增强这个层次感 来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而且为了可以让用户更加投入 他们的创作与作品当中 华为在手势操作上也下了不少的心思 比如你双子单机就可以出发撤回 单子长按锡色 单子长按锡盘在丢进图层或者物理中检色 如果是初学者 你们可以到GoPen右上角的四个点 点击帮助与引导 这里有八个快速的指令可以学习 之后你还可以进入他们的教程学基本功 学成之后即使你还不是大师级 但是你要用这个APP的时候 还是有模有样的 它在功能完整度上是跟Procreate差不多的 所以Procreate做到的GoPen基本上也可以做到 那什么是GoPen做到Procreate是做不到 那当然还是有的 Procreate其实是个很棒的软体 只是它有点欺负左撇子 而GoPen真的是贴心啦 你现在可以随行选择左右布局工具栏 去年华为在传输领域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就是它推出了新闪技术 而今年这个新闪技术也正是下放进来更便宜的MatePad里面啦 这次这个MatePad 10.5s的笔还有键盘呢 都是搭载新闪技术的 笔方面它现在有手绘版等级的万级压杆以及超低延迟 你看刚刚所有的手写效果多丝滑你就知道多好用了 键盘方面我就可喜欢了 现在它不再需要开关以及充电 它全程都是靠新闪技术进行连接的 它的使用场景也非常的弹性 你包起来它就是个平板 你不爽还可以把角度调低点 如果你的地方有点窄 你就拆出来分开用 让你不被场景所局限 要么你不想用键盘把它拿走后 背盖转轴调低点 它就是个很完美的绘版支架 而且你把配件拆出来 它还是一个超级轻薄的平板 6.2米薄以及510克重 单手握持又行 往上躺着又不会觉得太快累 性能部分它搭载了709000 在应付轻度办公以及高强度绘画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我比较惊讶的是它8800mAh的电池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耐 那天我就是整天出门 所以我带它出去玩一下 期间我就是学看讲用GoPay 所以我大概那个时候就玩了一个两三个小时 过后我又拿来追Netflix看戏那些也花了两三个小时 那回到去那一天呢 其实还是有40%的电量 这个电量是蛮猛一下的 诶 你很好奇华为设备什么时候有Netflix的对不对 这其实是AppGallery最近新增的一个功能 只要AppGallery没有的APP 它就会跳出Play Store 你再点进去 你就仿佛发现新大陆了 这个时候你照常下载你要的APP就好 至于Netflix 和Google App等等的软体 AppGallery本身就有的下载并正常使用了 你就不要去Play Store下载啦 总结今天的视频 对于华为或安卓用户来说 Maypad 11.5s就不需要推荐太多了 因为柔光屏的优势已经在那边 加上它是机性能、颜值都是在一线的平板 但我想说我认为MatePad现在已经是iPad强而有力的竞争对手了 因为GoPen的使用逻辑本身就是跟ProCrate大差不差的 所以你从iPad换过来MatePad之后 你就省去了很多学习成本 加上你买了MatePad之后那些App啊 键盘啊 笔啊那些都是送的 你这里又省去很多钱了 透过GoPen的可玩性以及超低延迟的新闪M Pencil 还有柔光屏非常逆真的指示手感 让你可以获得比iPad更触动人心的绘画体验 我目前就真的不知道多少钱啦 不过我只知道它的Free Gift是有大概1800令吉的 其中惯例啦 这些全新的新闪技术键盘以及M Pencil三代都是加了进去的 所以买平板就送全家套 入手门槛非常的划算 如果要用Dubai的那一场发布会来换算的话 大概换过来也有2400令吉左右的价钱的 加上这一次如果你在关门Pre Order的话 它还扣多你个200令吉 是的话真的这个价钱我觉得是划算的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被我种草到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